龙心乍到 你了解不伪斯班吗 追途不服 知道去哪儿嗨吗 清除当地美食吗 了解怎么规划学业吗 先定一个小目标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组织 来UQ课代表 带你轻松往路UQ的学习和生活 你的留学生存手册 龙心秒变老四季 UQ课代表 解决留学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对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利 应该有限了已经上过我的课了 我现在是一名全战工人士 但是我做后端做的比较多 所以我本身自己也对 算法感兴趣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后端 比较多的一个工作 行那我们就开始了 对我就自我介绍因为还是有 有时候不认识我 所以我是年我是18年年底毕业 所以到现在工作差不多快两年了吧 然后我GPA是6.6 然后我所有的编程课都是7分 然后我现在是命运全战工程师 然后就像我之前说比较偏后端一些 然后后端刚好是用算法 就会用的比较多嘛 前端其实没有那么多算法 然后大家开始就辅导辅导学生到现在 首先这门课就是教 就是你要成为一名好的程序员 你想要写 写一首好代码的话 你就得必须有一个好的算法能力 所以呢这门课我觉得虽然难 但是它特别有用 就不是说我们要去面试一些大厂的时候呢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 他们最关心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算法能力 那算法能力 因为你的 因为其实你写了那么多 如果你去写了 已经写了一两年代码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写代码 有字幕吗 没有字幕吧 我讲的是中文 应该不需要字幕吧 对我们现在看这门课 这门课的话 我们首先它会教什么 它会教你怎么去分析算法的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度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们的前面 可能你看第一个作品就会发现 就是你们需要去分析对吧 算法和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度 这东西你以后去面试的时候 你们可能有的人 因为学生们可几乎都是 可能你的到处第二个最后学期吧 你们可能面临这个学期 毕业以后就需要去找工作了 那找工作的话 他们就会去考你算法能力 所以它会给你问题 让你设计出一个什么呢 一个你认为最优的一个算法 然后它并且它会问你这个算法的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度是多少 所以呢这个能力其实也特别重要 然后第二点它会 这门课会介绍一个基础的数据结构和类型 然后后面就会有很多什么list stack,qs,s 什么tables,trees 然后后面可能会有很多什么graph,stream的一些everythings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可能会要求你有一些之前的一些变成经验 一般来说需要你拥有有面向对象变成语言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你之前有学过java呀 c++++都行 因为这门课它是不会让你任何变成相关的 它不会教你 虽然这门课用的是交往 它不会教你怎么去使用交往 所以这门课它会 就假设你已经什么 已经会交往了 嗯 然后这门课其实它不需要你有很多数学知识 也不需要 可能需要一点点数学知识吧 嗯 然后编程的话就需要有一点 嗯 java的知识 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 java现在还没学过的话 你们可以找个时间去看一看 也不用太难 就是你们可以看看一些基本的语法 怎么去创建一个变量 怎么去 嗯 怎么去创建一个function 就如果说你们也已经学过其他语言的话 那么你们现在去学交往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嗯 因为有些作业还是需要去写代码 然后我们会用交往就写 我们下一张 好 然后我这方就推荐一本书给大家 就是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然后这是第三版的 然后有很多学校会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教材 然后不知道UQ你们老师会不会给你们推荐一本书 反正 嗯 这本书我是有的 你们如果说你们 以后自己对算法感兴趣 或者说以后可能要准备面试的 可能以后半年以后要准备面试的话 你们可以 嗯 花点时间去买这本书然后看一看 嗯 这本书很简单 嗯 好那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算法 有人知道什么是算法吗 有人知道什么是算法吗 那我们看看算法是什么呀 然后算法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中文翻译啊 我不太清楚啊 你可以去搜一下吧 我不太清楚它没有中文翻译 但是我建议你看英文的嘛 英文也没有那么难懂 嗯 对算法到时候 好我们看算法它定义什么呀 算法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解决问题 然后 的一个过程 我们给大家定义就是一系列通过计算 来解决问题的明确的步骤 然后算法呢 其实就是 Combute Science 和实际问题之间的聊聊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就是IT 那我们 有IT 有Combute Science 这个学科的目的什么 无非就是什么 就解决实际问题 所以呢 我们怎么通过计算机 通过Combute Science 来解决实际问题呢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算法 然后算法其实就是把 实际问题抽象成什么 说像是我们计算机能够读懂的问题 然后找到答案 所以你们 在你们一定要去弄懂这个概念 就是什么 到底什么样是一个算法 然后在计算机层面的话 就是我们怎么去 transfer the input to the output 我们怎么把 所谓的什么样 input转换成output 怎么去找 对吧 怎么就是好 它其实是一个嘛 是一个procedure 然后算法的话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例子 就就是 我们 怎么 找到一种方法 一种方式 就是能够花最少的时间 从家到学校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什么 推荐 推荐算法 比如说我们的 谷歌地图 我们的百度地图 对吧 你 你我们的实际上 我们的input是什么 因为算法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input 转换为什么output input就是你的一些输入吧 你的output就是你的结果 所以我们把我们 把家的地址和学校地址输入 就把你家的地址和学校地址输入到Google Map里面 然后呢 它会进行一些什么 一些计算 然后找到什么 最后的结果 然后再把这output出来 所以呢 这方就是一个算法的例子 所以input什么 就是我们家和学校地址 然后output就是什么 它会给你一个方法 然后算法就是说 比如说什么 从家先出发 什么走五十米啊 第一个路口油管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这个算法的定义吗 所以这应该会比较简单吧 好 那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去分析一个算法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去分析一个算法呢 那我们每个人去解决问题的方式 可能会有很多种 那我们怎么知道第一种方式是优于第二种 或者说第二种方式 它是不优于第一种的 我们怎么去比较 怎么怎么去比较算 怎么去判断一个算法的好还是坏的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分析呢 我们其实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叫 Experimental Studies 就是用 去做实验吧 就 我们去做实验 然后得到结果 去分析它的数据的结果 然后第二种就是 Theoretical Analysis 我们的理论分析 然后理论分析 我们后面这边有口号 就是理论分析 它其实也有很多种方式 但是一般我们用的最多的 我们用什么 这个叫渐进分析 这个渐进分析 它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常教 而且我们面试里面经常用的 我们就是用什么 用这种渐进分析 然后其实像我们的实验 就是我们的实验的话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分析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不用它 像实验我们要怎么去分析一个算法的好坏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算法 不对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 用实验去分析 首先我们要去 实现它吧 我们要用某个语言去实现它 然后我们要给不同的input 然后得到output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 假设我们要比较两个算法 哪个好难坏 那么首先需要在 同一台电脑上面 去比较这两个算法的好坏 因为你不同电脑 它性能不同 那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 所以首先你要保证 它的software 和hardware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算法 对吧 我们需要选个语言 比如说我们用转法去实现它 然后我们需要去给不同的input 然后 然后input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给10个数据 然后我们会比如说像用1秒 对吧 20个数据比如说我们是2秒 那么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去 构一个图 然后我们去看什么呢 去比较这两个算法它 那么这两个算法在相同input size的时候呢 它所花费的时间的长短吧 对不对 那我们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其实比较麻烦 那它有一种 它的问题在于 它在于 首先我们要需要去实现它 然后实现过程中如果说你时间错了 那结果是不是就错了 所以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limitation比较多 就很多限制 首先它我们需要去实现 如果说我们时间错误了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理论分析分析 理论分析去分析算法会比较多一些 这个就比较快 如果说你对这个分析比较熟的话 他给你一个算法 你可能两秒钟之内就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用它比较多一些 好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去开始讲这个 assignment1的question1 这个东西应该是你们想听的吧 好 我们看这个assignment1的第一题 首先我们看题目就是consider the following algorithm 然后叫什么crew algorithm 首先它会 takes a positive integer 首先我们的input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n嘛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证数 然后output的话 我们的返回就是什么呢 就是另外一个indigen 对不对 然后这个and表示我们bitewise 这是我们 呃 bite mean的一个符号 然后这个shift 这个表示shift 就表示我们binary的一个 嗯 我们写binary的时候应该学过这个and和shift 但这个图片里面其实 也不知道and和这个shift也没有关系 好我们看一下 等会 我后面一张好像 我先stopshare一下 等会 因为 我把它按去吧 我等会先把它弄掉一下 嗯 这个 就像我那样 我先试试 哦 大家现在能看到吗,我们先看第一问了,所以他第一问的是他说代表要去表示 所以我们先看一方,就是第一问其实问的是你们自己应该有题目吧,你就看着你们自己的题目我就不把题目给拿出来了,所以第一问他其实问的就是 当n它是一个奇数的时候,我们最终要找到什么那个tn的一个表达式,所以这要题我们应该怎么就写了?你们有人写了吗?我们写的人答案是什么? 其实这个题目的第一问啊,他一定没有个标准答案,对他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每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一样,但是都有可能是对的,随道题取决你怎么去,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分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样吗? 首先我们去分析一个算法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两种方式,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用basic operation 还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所说的primitive operation一样的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用时间来表示 因为你们老师的第一周lecture有讲,就怎么去分析我们回去分析它运行多少次吧 所以分析它的话就交出 好,假设我们现在分析这个for loop,对吗?那分析这个for loop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去,我用第一种方式就是分析它的operation 就是它每个表达是它直线多少次 好,首先我们这一步 首先这个for loop我们知道要循环多少次吧?就是n次,对不对? 这个loop一共是循环n次 那每次循环里面的每一个什么,每个表达是它执行多少次呢?首先这个会进多少次? 这个只有一次,对不对? 这个会在for loop进去的时候它会什么?会执行一次 然后呢,每次循环的时候这个i++会对这个i进行一个加1 所以每次loop的时候呢,这个i会执行什么?会执行一次 所以i++这个表达是它会执行一次 然后这个loop一共执行了多少次? 一共执行了n次 所以呢,这个i++最后执行了n次 然后这个a加等于1 你们说是执行了多少次? 我们先考虑在一次循环里面 这个a加等于1它其实是几个回选 是几个? 是几个? 嗯,你们觉得它是几个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嗯,或者说这个a加加嘛 a加加其实就等于a等于i加1吧 它是1还是2呢,对吧? 有的人说是1,有的人说是1 有的人说是2 但其实答案是哪个呢?就是它是1 是2都行 就是1的人怎么想呢? 就他把它看成什么?执行一次 所以如果说是2 是怎么想呢?就是i加等于1 它是一个operation 然后再把i加等于1的值 赋予到i 是什么呢?是第2个回选 都可以 但是你们要记住 你们要去解释 就是你可以 假设 你就可以告诉老师 就是我 把这部分看成1个回选 你要解释给老师 对,所以是1和2 其实不会影响你追踪结果 因为我们在做算法分析的时候 其实这个常数会被我们抛掉的 对吧 所以是1和2都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但是你们要知道 就是你们这个1 一定是把它看成了一个operation 把它看成2的一定是什么呀? 一定是把i加1看成一个 然后把i加1的 把i加1的和 然后再赋予到i的时候 看成另外一个operation 所以才是2 所以这个地方 可1可2 这边我们就 把它形成1吧 因为是2的话 把它看成2 无所谓 因为1和2都可以 我们要看到rn吧 那这a加1呢 是1还是2 那就把这个给 就得跟上面一致了 所以就是rn 对吧 所以最后的这个tn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 这个会执行一次 对吧 这部会执行一次 所以等于1加上 这一步是不是也会执行啊 我们还少了一步 也是rn吧 对不起 只有rn了 判断那就一次了 就是n rn 就是n 加上 就这一步 再加上他 就rn 再加上什么呢 rn 最后结果就是 4n加1 如果说你们把它看成一步的结果 就是 等于1加上 最后等于3 加1 然后我们做渐进分析的话 其实它们的渐进class是一样的 对这个常数 其实我们最后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r和1 都是对的 好 那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这个 去判断它的每个operation 它们执行多少次 来去得到 它的这个时间n 与什么我们的这个 inputn 它们之间的一个 一个函数关系 然后我们看第二种方法 就是用时间 那时间怎么去 时间怎么去 计算呢 我们这样就 我们假设 这一步花的时间是t 对吧 然后这个路部一共循环了n次 然后我们假设 这个 就复值的时间 我们假设花的时间是t2 对吧 比较的时间我们 假设花的时间是t3 对吧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t2 所以我们的tn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花费的时间吧 就是这个t1 它一定是个常数 对吧 我们就不管 我们就假设它一定是有时间的 因为执行数量代码 它一定会有时间 就t1 然后加上呢 这一部分 它所花费的时间 我们假设它为什么 为t3 然后这一部分代码 它所花费的时间 是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相当于 计算了 然后复值嘛 我们把它同意为t2 对于t2 我们顺便要乘一个n 因为它需要n次 再加上t2 再乘一个2 因为它一共有两个 这个t3也需要去乘一个n 对吧 因为它们都在循环内部嘛 就是每次循环都会执行一次 我们假设每次它所花费的时间是t3 所以它最后的结果就等于 n乘 是t3 加上两倍的t2 最后再加上一个t1 这个t3加两倍的t2 它一定是个常数 对吧 这个时间一定是固定的 这个t1的 也是个常数 好 所以这两种方法都行 就是你通过时间 对吧 你假设有个值t1 t3 都可以 然后或者说你用这个primitive operation 也是可以 两种方式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题目拿过来 所以当它是 当这个n是偶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n带进来看看它会执行哪一部分 就这个算法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n的奇偶呢会改变它的那个复杂度的这个地方 所以当n是奇数的时候我们 这部分是偶数的时候 所以奇数的话是这个一把吧 所以把r拔过来 这个是yln大于 0 然后 上 上 上 等于 n shake的1 应该没问题吧 嗯 好我们现在来算它的题材怎么算 所以算之前你们首先要去 选一种方式就是用第一种开始用第二种 对吧我建议用第一种 因为第二种的话 是这个t2 第3有时候你可能比较难解释吧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它是偿数 但是你解释起来可能 会比第一种要麻烦一些 所以我们用第一种 所以第一种的话我们就一步不来嘛 所以这一步的话它其实会执行多少次 首先 这个wire loop 对吧我们先去考虑这个wire loop 它一共会循环多少次 wile n大于0 然后做一个什么样的计算 然后这个n会变化 因为这个n是我们n大于是condition 这个n变化了 我们才会什么 这个wile loop 才有可能会 中止 所以这个n怎么变化呢 shift的1 有人知道shift是干嘛的 shift 我给大家讲 其实shift分为两种 一个叫left shift 还有一个叫right shift 所以n呢给你们公式吧 n shift left shift m 相当于什么呢 就等于 n出于r的m次方 对,出于r多少次方 然后向右边shift 对,向右是m的m的m的m次方 对,向右是除 所以向右除的话 表示我们每次会干嘛呀 直方其实就等于 m会每次 除以r的一次方 每次会去除以r 所以每次 会除以r的话 说明我们这个n会循环多少次 log n次 有呢,有 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log n 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log n 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log n 相当于n每次在什么 除以r 除以r 一直除以r 所以让它与log n 当然理解这个log n 所以这个log n 所以这个log n一致 为什么会循环log n次 log n次 如果说大家学过Python就知道 我们 Python最后一道题就是 当你看见除以r的时候 就知道它其实是什么 是log n 所以这个 loop会喜欢 log n次 好 那既然会循环log n次的话 我们就去找它每一个operation 它会接近多少次 首先我们看这个n大于0 它会接近多少次 就是log n次 就是log n次 对吗 log n次 其实什么 是log n什么呀 其实不要加1一次 嗯 其实加1不加1 无所谓的 对我们其实加1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最后一次的时候 我的n肯定会什么 因为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呢 因为只有判断了 它不大于 它才会什么 才会终止吧 所以它会多一次判断条件 所以希望我们要加个1 这个加1 它是什么呢 不是加在n里面的 它加在n外面 不是这样加 好 好 那我们看第二步 来玩 我们看第二行 我们一行要算 所以就第一行 我们看第二行怎么算 那为什么会有locution log n呢 就如果最后我们把它换成那个 换成bq的话 log n和log n是没有区别 嗯 但是 但是如果说你 你 但是loop次数r 你怎么算出来 你一定要解释清楚 这个r 哦 就是以r为底 是吧 我们一般不会 我们一般不会加底数的 对 我们就直接给log n就行了 一般来说都是以r为底 对 默认为了 对 我们默认为了 对 因为 对 因为我们在出现在算法里面 只有 只有以r为底的情况 没有以什么10为底 11为底 都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不行 它只能为r为 一二为底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忽计了 那个r 好 我们看这一步啊 这一步的话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首先还是一样的吧 循环 log n次嘛 因为它在loop里面 但是我们 得给它乘一个值吧 这个常数是多少 对吧 就取决于这方有几个operation 对吧 有几个 三个 哪三个 你们觉得这是一个 然后 这是一个 对吧 然后三门是一个 所以你写的时候 一定要写清楚 对吧 我第二行 到底有哪三个operation 就是你可以标出来 这是一个 然后 这是一个吗 这个加法是一个 然后这个复值 又是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三个三门 哪怕你看哪怕哪怕你这一方执行 把它只看成一个operation 也是可以解释的 只要你能够解释清楚 这个地方就是对的 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好 所以这一方我们就把它看成三个operation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三行 第三行的话 循环多少次呢 就这一步 一样的logan 我们需要给一个常数 这个2 所以最后的结果什么呢 tn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三个数给加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算就知道是 6倍的logan 加1 6倍的logan加1 嗯 这就是第一些答案 嗯 但那边我后面没有加1 其实也 就直接忽略到那个 读外多出来的也好 其实也无所谓 嗯 所以老师在改 之前的if是什么 之前if 你也可以加进去 你可以加进去 知道吗 但是如果说我是丢车 我会怎么改分的 我只要看到这个logan 然后再看看你怎么解释 我就会给你分 但是如果说你最后写了个6 你知道吗 这个结果就一定错 我只要看到这个logan 这个结果分 我另外给 嗯 对吗 因为我们在做 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 比较不关心的什么呀 是这个值 你们老师应该讲了 怎么去把它转换成一个bgo 这个形式吧 就是我们只会留什么 最高 我们会把常数 我们会把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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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像素的密比较低的 我们会把它忽略掉 所以呢你知道6啊 7啊 你后面加个100 对吧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做信心分析的时候 这些全会被全部 会被什么 路不循环是logan 要写一个推导式吗 怎么给老师解释路不循环是 其实那个logan 确实可以推导出来的 如果说你会写那个推档,你就写吧 嗯 就如果说你会写,你会写那个推档式,你就把它写出来 对吧,不会写,你就说这个loop不会执行,logans就行了 嗯 其实他用数学推档式可以推档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东西比较简单嘛 对吧,每次数一二就是logan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二题吧 所以 所以第二题是什么,就找到一个方式选gn 然后t 什么属于logan,然后他说 你的gn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吧 所以他其实最后第二步他问了什么呢 就是叫你什么,去找一个gn,然后叫你证明 这个等是什么,是对的 所以第二步的话,我们tn已经算出来了,假设我们,我们算出来这个值 然后你前面还 你可以把这个也放进去,这个也放进去,都可以的 所以你加1,我们加1吧 你可以自己改 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什么,先找到他的bgo 然后bgo的话 我们这个括号里面 你们找出来是什么呢 就那个线性,就那个渐进的class 渐进class你们应该都知道现在 有1 有1,有n,有1,有logan 还有n,还有n平方,对吧 然后还有 后面就很少出现了,一般就这么几种吧 1,logan,还有n,还有n平方 所以 nlogan 还有别的答案了吗 nlogan 对,logan 对,有nlogan的 对,logan 好 像这个logan你就不需要去解释了,对吧 因为这个找的话,其实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公式 因为上线的话 我们上线的话,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公式能够找它 就是我们自己就自己靠尝试推理出来的 好 那logan是他的上线 那我想问一下 n平方是他的上线吗 n平方是不是他的上线 是 对,那是的话呢 那这边我们为什么不用 为什么不用n平方要logan呢 对 所以这边要记住啊 b个o其实他没有一个比方的答案 就是只要他的什么 他的那条线呢 是在什么 是你的这个上面的话 他其实就是什么 就他的上线 但这边你要记住我们 要尽量使得这根线什么 as tight as possible 就是要去 接近什么呢 接近我们所 就接近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TN 因为只有接近他才有实际意义 我们才分析出来的有实际意义 对吧 应该假设我们现在这根线是他呗 所以什么 on呢 onlogan n平方 其实都是生下上线 他有个限制条件 就是要尽量使得他 接近什么呢 接近什么呢 这个函数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的话 其实老师说一个扣你分的 好 所以我们找到了是 o logan 这个大家都能找到吧 这个大家能找到吧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去证明呢 你们老师的 一个什么呢 给你们一个公式 就是你们去 就是given function fn 所以我们要判断fn它是否 是什么呢 是big of gm的话 我们只要就判断 是否存在一个c和n0呢 它满足这个等式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等式拿过来吧 就是fn小于c乘以gm 存在什么呢 当n大于n0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把gm拿出来 所以我们的gm就等于什么呢 对于logan logan 然后我们把 tn 小于等于c 乘以什么 gm 然后把公式套进来 把这个gm就等于logan 所以我们把它 划减一下就等于 就 划减等于 就5倍的logan n 加1 效于等于c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pig一个c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n 但这个n一定要满足个条件 n要干嘛 n0 n0就要什么 这个n0就表示你的那个什么 最小的那个input 所以我们看这个 assignment的这个题目 这个n0是谁呀 它是一个什么正整数吧 所以正整数的话 这个n0其实就是1 所以满足当n大于1的时候嘛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值 这个c是可以任何一个数嘛 只要它这个 只要是一个实数就行了 然后这个n 它大于1就行 所以我们要去选一个值 然后 这个都选怎么办呢 我们就很简单就随便倒套几个值就进去就行了 不需要 这个值我们算出来的 它有无限的答案 对吧 这个值我们怎么pig 那么加上n n等于4的时候 n等于4的话 log以2为点 然后 它的n是4 结果是什么呀 这左边结果是11吧 所以c的话我们取个大点值就行了 只要存在这一个值 我们就能够证明 它的 上限 对吧 tn 它是 等于 pig oh logan 这个值可以随便pig 你们可以自己去 pig一个 这个logan是以r为点嘛 所以 或者我们当n等于r的时候也可以啊 n等于r的话就只有1 所以我们c就pig10 就是r就行了 因为只要存在这么样一个值 所以这种我们就可以证明 所以什么什么就行了 对 所以当年 tn等于6楼文的时候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系数其实没有任何作用的 然后我们看 第3问 然后第3问其实找的是什么 就是找什么 找Omega 哦不 第3问找的是 θ吧 嗯 θ其实是我们什么 我们的确解 我们的 线性class 其实有那么几个 一个是 big o 还有 b ω bg 还有一个 这个是 这个 θ 嗯 这个是上限 上限嘛 这个是 Omega的下限 然后这是我们的 确解 确解 那 确解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知道线性分析 它其实表示什么意思 什么叫线性分析 我们 算出来的这个bg of log n 它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实际意义 你们能理解吗 为什么表示这个log n 表示什么呢 它其实 我们所谓的什么 之前的 里面讲了一个概念叫线性分析 叫渐进分析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其实表达的 是随着你n的增长 然后这个时间它的变化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它其实表示的是一个趋势 刚才讲了这个渐进分析这个渐进class的一个概念 这个bg of啊 它其实表示的是一种趋势 就是随着我这个n n就表示我input size的增长 它的这个时间的变化的一个趋势 那当bg of 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的n变化的时候呢 它的时间不变化 说明什么呀 这个能说明什么 bg of e 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看这个图 直线直辨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时机 因为我们知道它表示input size 对吧 它表示它的运行时间 随着我们input size之间的变化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随着我们input size的变化 它没有任何什么 没有任何改变 说明它和input size没有关系 它的时间复杂度 就这个意思 好 那当它是logn的 所以随着我们input size增加 它是一个log一样的曲线 那假设当它是n的 n表示什么 表示线性变化吧 那什么叫线性变化呢 就是当我的input size增加5倍 我们的时间也什么呢 变化5倍 所以bg of 表示线性变化 它是一个什么 正比的 就是能理解吗 这个表示一个正比 就是这个 对吗 这是一根直线 所以当我的input size什么呢 变成5倍 然后我们的时间也很好 增加5倍 然后最简单 bg of的一个 就什么呀 就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bg of n吧 它的复杂度是个线性的吧 所以当我 list的长度为1的时候 假设我花时间是1秒 那当它长度为5的时候 花多少时间 是5秒 当我长度为10的时候 那时间花多少 就10秒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明 我们的时间 是不是同比例增加 是不是 你看我的input size增长5倍 我的时间是不是增长5倍 所以这bg of n的表现 就是线性的 当假设我就帮有个inner loop 当我是size为1的时候 是1秒吧 当我size为5的时候 我是多少秒 25秒 当我size为10的时候呢 100秒 这个时候随着size的变成增长 它的时间 它的时间 变化率是什么呀 是二次方的增长了吧 所以二次方增长 就是我们什么 就是我们的n平方 叫指数增长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理解 这个o啊 其实它代表你随着什么 你size的变化 它表现的是一个趋势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再去考虑这个值 好 那你既然说趋势 我们刚才其实 算出来一个等式 就是随着我们n的变化 它这地方 它不是一个趋势吧 它是一个确切的时间 就是你的size多少 我们得到的时间 的结果就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呢 要去算这个bg of 还有bg omega和bg theta 然后这个bg 其实表示什么呢 表示上限 然后上限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呢 只要大于它都是它上限 我们以这个loop来举个例子 嗯 我们知道它 其实我们能够清楚知道 它的确界就是什么呀 它的变化趋势就是on 对不对 那on它的上界是什么呢 有哪些变化趋势比较快的 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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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其实都是它的上界 都是它的上界 唯独呢 它本身其实也是它的上界 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上界 它的下界呢 这两个 它本身是它的下界吧 是 好 只要它上界和下界 相等的那个 能找到相等的那个值 那个值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确界 嗯 本身也是它的上界和下界 知道吗 所以我们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我们知道它的上界是什么呀 我们把 O算出来 O其实就是log 然后 我们的 Om也是log 那上界和下界的 后面这个 这个class 它是一样的 那说明什么 它们的 它们的 Zeta 就怎么 就是logan 就是它的确界 嗯 如果说上界和下界 你没有办法 因为有时候 它的下界是很难找到的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Zeta 对 但是我们这个 三本里的话 我们就 没必要那么写 我们只要去找个公式 我们只要去证明公式 公式就行了 最后我是教你怎么去通过肉眼 去找到它的那个 Om 所以这边我们就去 有这公式 所以就fn 意思 is data g1 if layer exists positive constant ce c1 ent n such blah blah 然后ce 乘以gn 小于fn 小于cr 随以gn 所以我们知道 tn是等于6的logn 然后gn 我们知道这方 这等于什么 等于logn 这方写错了 是n 所以我们把 gn和fn带进去 这个gn我们知道是logn 所以ce乘于logn 小于等于 6倍的 logn 小于等于cr 车于logn 所以我们就直接 peakcecr 然后n的字就行了 所以当n等于10的时候 我们ce的话 是不是只要peak一个 比6小的字就行了 我们cr的话 我们peak一个 比6大的字就行 最后我怎么写一个2的呢 我们就选一个 然后这个n 等于10刚好是什么呀 是大于0的 所以存在这样的一个ce和cr的话 那么 那么 我们就能够去证明 这个logn 其实就是它的什么 这个c 就是它的 有谁 就有谁有问题是吗 没有的话就把你们 对这个确件其实就是它的什么呀 就是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变化率 什么叫on和omega n都是logn 这两个不是logn的 就是logn的omega表示下节 n它不在logn的下面 它在上面 所以omega不是logn的下节 我们c它它表示是确件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把这个公式 就是把时间和input的 什么 这个函数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等数 我们其实 我们知道它的确件就是logan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证明嘛 那证明的话 我们就用老实的公式就行 然后这个公式其实上节很简单 上节有哪些 我们可以选择 logn的上面其实都拉上节 对吗 logn本身也是 nlogn n平方 2的n次方 n的什么阶层 都是它的什么 都是它的上限 但上限的话 我们一般会什么 去切 比较什么 比较贴近 它本身函数的一个 一根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一选 选logn 好 我们这时候再去找什么 找下节 我教你怎么去找这个确件 然后下节的话 你再去看这根函数 然后 包括它自己 且 它 就变化率比较 比较更慢 比较应该说 就你看这个 看这个图表也行 就是你看到这根线在它下面 都属于它的下节 所以下节包括什么呀 logn 还有1吧 那我们选哪一个呢 我们是选logn吧 因为我们要 找一根 接近它的一根线吧 所以就 它本身 就是它自己的那根线 logn 所以这个时候上 它的上限和下限什么呢 那个叫上限 所以这个时候上限和下限相等 那么这个值就什么 就是它的确件 就这么找一下 就如果说你找不到下限 那它 就找不到它的确件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分析 分析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分析这个上限 因为有时候下限是特别能找到的 你没有办法去找它的下限 如果找不到下限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的确件 或者这么说吧 有些函数你可能只能找到1 那如果说它下限是1的话 因为它和bgo的上限不相的 所以它没有确件 你只能知道什么呢 它在logn和1之间进行摆动 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 它的确件是什么 好吗 上限 它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界限 对 你知道它再差也不能差过这个logn 你知道它再快也不可能 但是你没有办法确保 它就是这边线 但是如果说上级和下级都确定的情况下 你就知道对吧 因为这样的词都重合了 那它的确件就一定是这个logn 对 我们是这么去找这个确件的 然后我们再去什么呀 然后我们再去通过公式 去证明我们的结论是对的 你们能够理解吗 嗯 对 就是还是需要去理解什么 就是你们需要去理解一个东西 就这门课特别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渐进分析 一定要把这个理解 什么叫渐进 渐进是个什么概念 它指的就是随着你input size的变化 input size的增加 我们时间的变化 对 它其实就是数学里面的一个概念而已 嗯 怎么 然后这个θ怎么找 它是没有办法通过肉眼看出来 就是你去找上级和下级 嗯 怎么去找这个θ 就是找它的上级和下级 然后上级和下级 其实它永远它不止一个答案 但是我们要干嘛呢 找的那个借钱一定什么 是as tight as possible 就永远要什么 要贴切 要贴基底的那个什么 这个函数 这样的话它才有什么实际仪 不然 你给个n平方 这方给个1 那是对 但是你给这两个值 比如说 给个n平方 后给个1 你说这个函数再慢 也不可能慢过n平方 你再快也不可能快过1 你觉得 就没什么意义 知道吗 因为我们给的范围太大了 我们给的范围太大了 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比较贴切 这个函数的一个值 就是它自己 罗文嘛 然后我们找到c 但是确切 其实确切大部分情况下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做 在做一个算法分析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会去用这个b勾 所以你看很多密室会问你问 这个函数的b勾是多少 就为什么我们还用b勾的原因在于 如果说一个函数 比如它一个算法 它的b勾 b勾其实有 它也表示了什么 它的那个最差的那个情况 就是它再差也不可能差过on 它再差也不可能差过ologn 其实一个函数有ologn的一个复杂度 其实已经很好了 所以它再差也不可能差过log 说明这个函数其实挺好的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函数吧 比如说L L为的1 然后还有一个是2 然后有一个是on 还有一个是on 然后他们的average其实都是 比如说我们都是n吧 我们比average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们比它的上限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函数要好一些吧 这个算法要好一些 因为有时候你比average 其实因为average这个值是很难找的 但是我们比上限知道 你看这个算法它再差也不可能差过n-log 它第一个算法 它最差会差到什么 n平方 所以当然是第二种算法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吧 是当开设算法二的这种 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所以就是前面三题 今天就只能讲到前面三题 行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qa了 最佳情况和最差情况和上下界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个想法就是 有个概念 就是上界就表示它的best叫worst case 你们肯定有看过这个单词 对吧 你们肯定心里有个概念就是 big o它最早表示什么worst case big o omega就是best case 然后big c就是average case 你没有见过三个单词吧 三个词组吧 这个概念是错的 上界不等于worst case o omega不等于best case 然后c不等于average case 这几个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没有关联的 这个概念是错的 千万不要这么理解 很简单 就这个函数它的worst case多少 是不是一定是很平凡 对不对 我问你是不是一定是很平凡 那那我add n的阶层是它的上限吗 那n的阶层表示worst case吗 对不对 n的阶层一定是它的上限 对不对 它永远不可能超过n的阶层 但n的阶层它是上限吗 它是worst case吗 它是worst case吗 它是上限但它不是worst case 它的worst case是什么 是很平凡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是错的 能理解吗 对 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然后我们可以问问小安什么想说的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后面肯定有机会的 嗯 你问问小安就知道 这就可以了 嗯 对问问小安吧 我后面还会讲的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就只能讲三个题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就跟他对啊 就一对一解决大家问题 反正这文课我觉得 不简单吧 就是还是需要多动脑 多去就把老师讲的所有的概念 你不懂的就一定要去理解 就比如说今天这个概念 就没有理解到嘛 然后一定要去多思考就是 哎 这个地方为什么是logan 对吧 为什么不是别的东西 所以这门课就是算法东西就是你需要去多动脑 嗯 然后多想想去等 就把你思路打通了 你后面就会 嗯 资料 嗯 嗯 视频呢我想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有 视频肯定有 像网上其实很多 但是我觉得很杂 因为他讲的东西也 并不一定是你需要的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找一个就是你刚好你 跟你作业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很难找到 对我觉得挺难找到 但是 这算法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视频的 但是他们很多都面向面试的 比如说他直接给你一道题就直接告诉你答案什么 那个就我觉得就没啥用了 跟你这门课没有什么用 那个就完全为了刷题 然后找工作用了 对反正我觉得还是看你们老师PPT吧 老师PPT其实 概念他都有讲 然后把每个字典弄懂 比如说 间接分析你们不懂的 对吧 你们就去 搜 那个什么 什么币钩啊 对吧 搜的概念 对吧什么叫间接分析 用来干嘛的 对 像你们今天如果晚上有空可以把这个概念看 去 像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你们完全可以去看的东西 对吧 什么叫performance 什么叫 什么叫间接分析 这其实是一个数学的一个概念 对 你们就可以晚上去读一读 把这个理解一下 对吧 到底 这个什么上线呢 下线到底指什么 他和BGO啊 他和什么worst case best case average case 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嗯 那今天就 先这样了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嗯 就直接联系小安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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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